如果對應一些進取的投資者 現時的水平來吸收中資電動車股 我自己覺得那個風險也不是那麼大 因為龍頭的比亞迪股價都出現了顯著的回跳 昨天的位置是在240元以下 所以現水平都可以去考慮吸收中資的狀況 上網未必有很大的期望 暫時看250元的阻力會比較大 如果對應237元附近去到250元 水位未必是那麼多 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回調一點 譬如在介乎232至235元之間才能夠吸收中資 電動車 唇喜